我们来关注发生在浙江杭州的乾流墓盗决案 175件文物是全部被追毁了 乾流是五代十国时期五月国的第一代国王 乾流的墓葬就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 太庙山南坡 该墓葬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日有网友就发文称 乾流墓于2020年被盗了 作为千年下来都保存完好的地灵 还位于临安区中心 这样的事情属实吗 针对这一事件 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分局正面给出了答案 被盗的事情属实 但是文物已全部被追毁了 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相关负责人 昨天下午五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乾流墓被盗局非法倒卖文物案 侦办的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到位 现处于分批审理诉讼阶段 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2020年5月23号 侦查发现江某某等人前往广州准备 倒卖文物的重大线索以后 专案组立即组织警力赶往广州 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 成功将犯罪嫌疑人 蒋某某李某某刘某抓获 当场查获金玉腰带 古剑等一批珍贵的文物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交代 该批文物系 2019年5月以来 从前流墓盗绝所得 随后专案组 兵分广东 湖南 广西等地组织抓捕 一举抓获盗销收文物 犯罪嫌疑人14人追缴了 全部被盗文物 通过专案深巴细查 发现涉及全国其他省市的 盗绝古墓的线索11条 目前公安部组织 各地公安机关仍在侦办当中 目前抓获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 39名追回涉案文物 共223件 其中实施盗绝前流墓的 犯罪嫌疑人2名 经过审理核对犯罪嫌疑人 作案时拍摄的文物照片 结合供述辨认等情况 确认该幕被盗文物175件 已全部追回 什么叫罚网恢恢啊 文物是我们所有人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 所以倒卖文物触犯刑网 是触犯刑网的 希望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赶紧收手